大家好 我是阿輝 哈囉 我們好久沒有做插頭線材的開箱了 幹嘛買光啊 但最近其實有一些淡化家 然後還有淡化家的進化版 幾乎都平價化了 底價一般我還是推薦大家 最常見是買65W左右的 65W是基本型 基本上是1A 2C 都大概5-600塊就已經可以買到了 然後你好一點的 也是大概900塊可以買到 所以選擇非常多 好 那我們今天就是來看一下 最近我跟阿輝的插頭買了什麼 還有線材 看之前按照記得不要忘記按讚看 好 話不多說 YouTuber阿輝 你最近買了什麼插頭啊 OK 各位 他家的插頭是用紙箱在裝的 買來就丟在那裡 拿去不用 我現在還是跟大家先分享 就是最多人常用 因為iPhone去年開始嘛 沒有附充電器嘛 然後再來是你如果你要iPhone快充的話 你記得你是要用有認證的 Type C Nighting的線 Pin哥有賣碼對不對 啊 廣告啊是不是 廣告 有聞必達 下流進入行銷廣告開始 好 我跟你講一件事情 這是不能訂閱過的廣告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今天呢 這個影片我會拿個東西出來抽 夠意思好不好 有新車喔 哈哈哈哈哈哈 我平時 這是我們家的水塗Lining 我們家水塗Lining真的很好用 我有送你過嗎 有啊 有啊 那還是你要A2Lining 哈哈哈哈哈哈 我跟你講這個A2Lining 反而賣的很好 因為有些人自從蘋果沒有附插頭以後對不對 那他會把他的豆腐頭 然後拿來用A2Lining再充 那OK啦 不是 我還有問他說 現在我快充了 你不快充嗎 他說我睡覺 插在那邊 五晚上就讓他慢慢動 他們覺得可以 所以就是你對不對 對 我就是附啊 所以睡前在那邊充 A2Lining進來賣的好了 重點就是因為喔 我帶了兩款20W的充電器 20W 我先問他說這是以前的 大家記得我們那時候 五湖一安的那種傳統小豆腐頭 而且這是原廠的喔 對 這只有5W而已 而且跟你說這還很好賣 欸導演 這個你應該很熟悉吧 對 他還用那個嗎 天啊 就我在用這個 他還在用嗎 重點是喔 那現在就很多廠商 其實推出價格不會高很多 但是小巧的20W 然後我覺得這個還是推薦給大部分的人 就是蘋果用戶 你要買嘛 你總是買個小一點 然後一樣20W 所以像我就是買這個 Anker 20W的 然後你看喔這個Anker 20W跟蘋果的5W 欸 幾乎一樣大 差不多耶 但是一個是5W 一個是20W 但重點是我這個還不是台灣 這台灣很大 為什麼 Dora A夢 等一下 不是Dora A夢 小叮噹 聯名版啊 聯名版 哇 真的耶 帶一些但我不到的東西 好那另外這還一顆是 艾佛特技的 我覺得做得不錯 然後我有買一個周邊 它稍微大一點點 然後摔到全新就摔了 欸希蘭 你來我這邊開完 就丟在你一下紙箱裡了 我跟他出來用好不好 沒有沒有 他會用的都是那種很多孔的 這也是20W 但是它比較特別是它的後面的針腳是可以收的 腳位可以收的 20W然後可以收納的設計的充音器就比較少一點 它其實比Anker大一點點 但是它的因為可以收 其實我覺得旅行的話就很重要 欸 其實也蠻小的喔 其實也蠻小的啊 我跟你講我也有 然後買的到比較實際 而且是Tim哥推薦 那你們跟這個充音器有沒有什麼組合銷售啊 我們就為了你這一檔 我們做一個組合銷售好不好 真的嗎 真的啊 阿輝說什麼 我們就組合做一檔 當你買一組合搭配的話 就可以抽Tim哥的新車 不是啦 錯錯錯 不然這樣啦 你不是說我講什麼就賣什麼 我們今天就飛檔 就是我們這個結束以後對不對 就是抽一組 就是插頭加線 一組好不好 我們最後再講抽檔規則 而是我們家的啦 顏色很小啊 你忘了我喜歡 金字的身高 哈哈 走開啦 在這裡 跟那個艾佛差不多 但是這個其實都是佛什麼 蘋果專用 但是我跟你說 這是要另外講到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 這要少見 這個也是在後方買的 我現在帶這個Type-A to F-A的 Type-C to Type-C的 這是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剛剛Tim哥講的嘛 就是蘋果快充專用對不對 那我們是不是常常會有情況像是三星用QC OPPO和VOC 包圍是SCP跟FCP 那我們都要備這個東西而沒對不對 對 這一家就有出一個叫快充協議總幹器 什麼意思 這有趣喔 原來說這是QC的插孔 那你如果QC的插孔 不就OPPO就不能快充了 它就不能用了 這有趣的地方它就是支援多快充 你看我這樣插上去 現在從這邊接出來 它就可以支援VOC 可以支援CP 可以支援QC 欸欸 蠻酷的給大家看 這要帶程序用一個來 其實它還有Type-C的版本 還有C to A 有不同的插頭規格 快充協議的轉接器 然後這種產品 我目前看到只有這一家有出的 我第一次看到 真的嗎 真的你把我打敗了 我第一次看到 我覺得很方便是 如果你家裡有很多設備的話 那你只要多帶一個 就可以多轉接 那我跟大家說 我之前朋友有偷買 它是露營的 大家知道嗎 那個露營的阿達 露營的阿達 不是那個有兩台電動車的阿達 它有錢的話幫我買 就是它可以轉換不同的充電協議 甚至它有一些拿舊筆電的插頭 插轉接器之後支援PP 跟各協議有 我覺得蠻特別的產品 欸等一下 我剛剛一直在注意這個是什麼 欸你為什麼人對這個很有興趣阿 這個很大阿 你剛剛是不是從頭來看這個 這是什麼 介紹一下 等一下 我同時我也要介紹我的 我有帶兩個 剛剛那個20瓦我忘了拿出來了 這是另外一個20瓦 欸這個比較實用阿 對啊我想說順便也開 還是要抽這一個 今天抽這個 今天都是你做主耶 都抽阿 但是它比較 那顆也抽 這顆也抽 B字也抽 我看我還是收回那句話 但它這一顆呢 就是20瓦 但是它有兩口嗎 它兩口 老實說 如果你真的這樣子 我會覺得啦 就是一般大眾 那我會覺得你買這一款就好 好像是喔 因為你可以二折一 因為兩個一起抽的話 輸得要慢 但是它就是進可攻退克手 那你要說大嗎 它比較大啦 但是你要說不好攜帶 也不至於 我覺得這是一個 就是比較彈性的一個選擇 而且它也是可以收納這個 可以收起來 這個分角 這是多孔的 比較有趣的是它這邊有 我這個也是多孔 我這個是三孔 它這邊有三個 上面三個QC18瓦 然後下面有四個5V2A的 然後它還有一個18瓦的PB 喔這裡18瓦PB 它比較有趣的是 它這邊還有一個充電顯示 它這邊可以顯示 內建這幾個孔的 特典器的功能在這一起 但是老實說買回來就沒有用 應該對我導致用吧 因為抓到之後覺得它太醜了 所以當然你想要這個 欸但我跟你講我這顆 它就配不起我的原質啊 我這顆也蠻強的 我這顆也是 可是好胖啊 這個我有買到 第一個它的插頭可以做 國際攜帶可以更換 它是插上去的 然後我測它已經測了一個禮拜了 可是好看啊 我覺得好看啊 我之前見到跟它那個小 欸上面有帶來啊 小的是自如瓦這顆啊 它這顆105瓦 它這就是有那個大C嘛 小C 而且它最重要的是呢 它上面這一個單孔 這個單孔就是100瓦 但如果你兩個C都插上去的話 一個是85瓦 一個是25瓦 也就是說你今天這85瓦 可以充什麼 MacBook Pro 這很棒 它跟之前Mac的65瓦差不多吧 差不多 我這邊有Mac的65瓦 超通的嗎 欸沒有 我拿30瓦出來 我們比一下 我拿一下 請按讚訂閱分享阿輝的頻道喔 如果你喜歡今天影片的話 可以按讚 不喜歡的話 就算你聽歌的讚 好啦我放在家裡 沒關係啦 反正我覺得這個超小的啊 用65瓦應該就差不多這麼大 但這個其實還是有一個缺點 但是我後來發現 我另外找個配件選擇 因為其實我有買 你知道它的缺點就是 大部分的高瓦數 例如它105瓦 它都會有分主孔跟副孔 有些甚至有一個Type-C嘛 那我如果有兩台 像Tim哥公司就有好幾台沒有 你要充筆電的時候 第一個你要注意到是哪一個孔 太沒這個孔 對你才是高速充電 沒錯 那你如果第二台怎麼辦 原本你就用超慢速度充 不然你就要充滿之後 把它起來換線 那我以前選法是 像是我Anchor我就用雙100瓦的輸出 它同時也是最大輸出100 但它會自動切換 但是就會很大一顆 那我後來就發現 某種是東瓦 所以我覺得厲害 怎麼還在介紹介紹 這是貝斯的充電傳輸線 厲害是什麼 它有兩個Type-C輸出 而且我跟你說 不是一轉二那種爛爛那種 弱弱的線 之前我們講過 就是很多那種一轉二一轉三 那是堪利用魚 它就是支援100瓦 支援100瓦 對 2瓦自動分流 自動調整的線 簡單來講就是 我今天把它插在 一百瓦的孔上面對不對 接著那邊兩條 它自動偵測 自動切換 它兩個筆電 它就第一台會100瓦線上完電 再換第二條 沒有分主數 真的假的 以前分流的線路 它就把你抓到這一塊線上面去 那這就變成說 我就不需要 定要買到光孔的支援100瓦 因為後來發現真的要打到 多孔支援高瓦數 自動切換 它會換到體積很大的 這個問題 如果你有很多在筆電的話 我建議就可以選擇 你口罩掉了 最主要是懶惰啦 因為我手機跟筆電嘛 我就不用分什麼 欸這個是主線 還是哪一個主線 我就查得用 因為我現在用Type-C的 我是用這一條 這一條是100瓦 可以支援4K 因為現在其實 CPU-C的線有分基本60瓦 然後像要支援到100瓦 你一定要看一下它上面的桌面 很重要 你知道有些人為了貪小便宜 就買很便宜的 我覺得這點要分開 就是充電跟傳輸 它影像 你知道要分開來看 第一個充電部分 它會跟你顯示說 支援到60瓦 然後支援到100瓦 其實很簡單就是 若音3A的話就是60瓦的線 5A的話就是100瓦的線 那5A基本上要以馬可塵 到高速的部分 然後有趣的是 就是它很多會標榜 它支援高速充電 但是傳輸部分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它們充電還是要分開來看 那沒錯 所以有時候可能買到60瓦的線 但是它只有支援USB2.0 例如你加以前耐久的線 有時候還是很方便 可是我家那時候 那個線已經很久了 而且你沒有虛標 因為它可怕是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它很多給你寫 支援高速 然後60瓦充電 但是高速沒有跟你說 它支援USB3 USB2 還是USB3.2G1還是G2 這部分要注意 因為有些廠商會偷吃布的意思就是 它會跟你講說 我的線支援高速充電 但傳輸這件事情呢 它就默默的就 對 而且它會寫的是高速嘛 多高速是它講的 對 所以它可以到沒有標 這就要注意 然後再來就是你有支援到 Square Power Up 就是支援到 你有開不及的影像輸出 影像輸出 沒錯 一般高速的線都有啦 但是也要注意 另外如果是用蘋果用戶的話 還要注意到有些配件 還有Sunboard 3 Sunboard 4的問題 沒錯 就是標示這個你要特別注意 它說明的時候除了傳輸線以外 額外呢它的傳輸的規格要自己看 然後我跟大家說一個很簡單的判別方法 簡單來講就是它如果有寫 這裡有包裝 基本上這樣很簡單 就是它有寫的 那基本上就可以相信它好 如果正常打傷 它如果沒有寫 你也不用拆 它就一定沒有 這真的很簡單 很簡單 你不要說 因為這個線看起來很粗 應該是基本高速吧 沒有 它一定會標啦 因為它好快的話 大學生規格去做這產品 它一定會標 各位 在選Type-C的線的時候 真的要特別注意 最好不錯喔 最好不錯 最好不錯喔 那最後的啦 我剛說的我們要抽獎 那我跟你講啦 銀子很高耶 閃亮亮 這閃亮亮對不對 跟我臉一樣 那我不想送 好 謝謝大家 看啦 它這個一樣就是 金合金的線 但是就是很閃亮 你有沒有看到 然後有不同色 銀色的 還有黃的 但我跟你講一件事情 來阿虧 選一條出來抽 金色的好了 這兩個是C2Lining 然後這兩個是A2Lining 然後我們剛剛說要抽的是 我們的插頭跟像 我們的插頭配它的線 喔好可以啦 好不好 因為我們覺得線賣得很好 所以我們來抽它 黑色的好了 就這一套好不好 我們來抽獎出去 這樣簡單就是 大家一定要留言 留言就留著說 我要抽快充組 好不好 我要抽快充組 然後記得一定要訂閱我們頻道 然後去訂閱阿虧的頻道 阿虧頻道我會放到影片最後 所以我建議大家就是 縣不用省啦 我會覺得大家方便 多買幾條 辦公司放一台 然後家裡放一台 不要帶去太麻煩 然後今天介紹有一些呢 是我們的電商友 就是聽個嚴選 你可以自己上來看 好 那我們今天一樣 這個影片一個月後 把它抽出去 希望阿虧再帶一些有的沒的 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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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